我們就講同額的好了 你不要去比說有王金平 王金平那一次他也拿了72% 馬英九的第一次是94% 我講的是黨員去投票 得票率 哇厲害的94% 第二次97% 那更厲害了 那這一次出立倫99.61 所以叫風光上任 沒有那麼神啊 那只表示說黨員去了 去了都會投他啊 我都已經去了 我不投你要投誰啊 我去公共廁所門口站在那邊 他問說先生你有事嗎 我要上廁所啊 有什麼事 當然就是要去上廁所 我來吃飯 黨員去了 就是我來投票啊 黨員跑去投開票所以後 投給了只有一個唯一的候選人朱立倫 然後得到99.61% 這有什麼好講的 他當然嘛 如果說黨員投票率 投票率 如果說投票率喔 60% 但是裡面他的得票率只有50% 比方說有一半的黨員 他寧可去排隊投票 投了以後打叉 我不願意投給他 欸那你要解除 所以這個東西99.61 或者100% 那本來可能有些沒有蓋好的 不重要 我只看一個東西叫投票率 就是有多少黨員回來投票 那天晚上周立倫一當選之後 很多的媒體就發風光上任 我馬上就在我的臉書寫說 一點不風光 這是危機 為什麼 我剛才跟東東哥報告的 因為現在的國民黨不如以往啊 九合一剛剛大敗 所有的國民黨員應該比 非國民黨員更擔心國民黨要完蛋 而且要更積極出來 所以才要更積極出來 他要等人家call 而且大家應該知道說 周立倫要選舉了 你沒有被通知 你也要去問嘛 何況這次其實是 蓮鳳哥講的 都有積極通知 全台灣的 這個投票率只有56% 也就是 每10個國民黨的黨員當中 有4個以上 根本沒去投票 根本沒去投 你不要講說台北市 因為怎麼樣 海外歸海外的 台北市的投票率更低 38% 對啊 沙扎倍趴 應該算38.91算39了啦 39好 39也不到40嘛 所以台北市的黨員 10個當中有6個人 那天根本沒去投票 代表他們根本不關心 選前的時候在分析說 柯文哲會不會贏 民調為什麼高 假的 因為那個叫做 不表態率 藍營選民變隱性 結果後來一投出來 不是變隱性 是真的都不投國民黨了 那你選輸的時候 大家想說 那是因為 覺得對馬英九政府無感 所以都沒去投票 結果這一次柯文哲 還有全台灣輸的那樣 國民黨員這樣緊張了 下一次選總統 所以又回來了 還是一樣 只有38%的人去投 所以代表了 國民黨的黨員 自己對國民黨內部的 改造的這個新的主席 都沒有那樣的熱情跟關心 行嗎啦 我要 我緊張 這非常嚴重的問題 他這個黨員走速 我對不起 我出來投了 是不是更保守的黨員 不是 今天我們這樣講 黨如果全力支持 九成都出來投 不代表這個候選人 跟這個主席 有受到社會大家的支持 而且在黨內嘛 可是何況連黨 台北市都只有38%的投票率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人選的問題耶 就是說你這個人選 要讓黨員覺得 哇哦你好棒我好 哇哦 就是 對啦 就是我有那個 我在你身上看到那個改革 然後帶著我們大家往前衝著 你去哪裡找 這個籃子就沒有像樣的菜 你要去哪裡找 重點就是朱立倫 他不是一個會燃起人熱情的那種角色 所以我說危機嘛 他對於黨的改造這件事情 他沒有提出什麼 讓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啊 他黨產也不處理 政黨法也不處理 他唯一提出的就是 國民黨黨員也許不希望處理黨產 他唯一 不會 很多人覺得希望處理 因為他們分不到錢 然後反而這個東西 每次都被人家罵 分不到錢 然後又愛罵 到底國民黨和黨員 是不是希望處理黨產 他唯一處理的事情 是要內閣制 那這個內閣制 其實對於很多黨員說 這件事情跟我好像沒有什麼相關 如果能夠分東算我馬上交給你 對啊 來 我們看看 這是連戰 酸豬寫的時候 他得到97%的選票 97% 他拿52萬2000票 那這個馬英九 這總投票率多少 馬英九跟 差不多要六成啊 差不多是 他的投票率大概都六成左右 這個馬英九 他跟王金平平那一次 他拿72% 72% 那拿37萬票 那吳福雄是拿87% 那後來馬英九又一次94% 又一次是92% 現在的助力倫是99% 我看起來就是說 那是說90幾%大概都沒有什麼差別啦 說實在 有去的都會回答嗎 接下來是說 東元就是東元嘛 這樣 可是 連戰選總統選上了嗎 沒有 他兒子選市長選上了嗎 沒有嘛 你拿那麼多票也是算不上 我覺得這個才是結構性的 本質問題啦 馬英九現在升幾% 9% 還有9%嗎 哇 就不要再 就算了9%嘛 沒有 實以下 實以下我們都視為同一個水準了啦 這個 這個馬英九現在升9%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 看兩件事啦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國民黨的東元怎麼這麼多變這樣啦 黨員大量流行 公安越來越久 重點是百幾萬 現在怎麼剩三十幾萬 這個國民黨有說話 因為很多黨員來不及繳黨費 來不及 對 第二點就是 到底這個人有什麼改革嗎 不然老實說 他會是另外一個被泡沫化的麻衣酒 大概是這樣 那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先休息一下 你各位泡沫 你看 他的黨員是 有效黨員還是全黨員 分手 有效黨員 有效黨員 主力人昨天收到幾個電報啊 馬英九嘛 對不對 習近平嘛 習近平嘛 是不是 習近平給他電報耶 賀電 有啦 習近平都會給電報啊 那個黨主席是誰 習近平如果給民進黨主席電報才是新聞 其實也可以給一下 我想也快了 小氣什麼嘛 真是的 習近平以前讓我給電報吧 蛤 好像有喔 習近平就在那裡說 國民黨也有電報 國民黨是黨對黨啦 他來的電報的身分是 他的那個 你電報就電報啊 你看他要再統戰一次 九二共識 民主大義 鞏固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支 共同政治基礎 加強交流 增進互信 造福兩岸民眾 共成民族復興之偉言 我聽你 你倒雷咪 今天 這個是在幫助力人還是在 沒有 這個其實就是重點 今天朱立倫 朱立倫回電 這才是 跪我兩黨於過去六年多來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 這句我就跪不去了 沒有九二共識 積極推動各層面交流合作 以為兩岸和平發展 開創歷史新局 這就是講假話 兩邊都來講假話 OK 所以呢 但是 他回應九二共識 但是他沒有回應台獨的部分 OK 沒有沒劇回 可是這樣子 講九二共識也是 就是回到 回到最直白的話 你給我定義一下 你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這樣就好 國民黨的基本立場 就是有九二共識 這兩個 就很像範本 固定範本 你的九二共識的定義 你要對面說 我們 沒有 那是跟台灣講的 九二共識 現在出現了很重大的問題跟分歧 就是剛剛朱立倫 在上任黨主席的時候 他講了 他的演講內容 等一下稍微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 他有特別提到兩岸關係 他說現在兩岸關係 跟民眾的期待出現了極大落差 所以我們要立刻要改變 好就是 那大陸方面也希望能夠理解 那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這一份電報很重要啊 代表說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他認證有九二共識的存在 而我也回給他了 那是國民黨舊的思維 可是這件事情 如果在早十年前 蘇琪可能又要開記者會 特別 你看 對不對 九二共識 就是很重要的議題 可能都上頭版了 可能都變成是 欸對不對 那個習近平承認有九二共識 但現在 完全不重要了 現在台灣人被這個事情 完全在科幣內去說 那你先跟我講它是什麼 之後大家已經跳脫出那個 一定要依賴國民黨 去跟大陸對口的 那樣子的一個 心情跟依賴 沒有了 已經沒有這件事情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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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那你跟我講九二共識是什麼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九二共識 跟兩邊講清楚 不是 你跟我解釋的九二共識 可不可以對方 你從習近平最近的發言 其實你可以發現 共產黨現在只跟國民黨 講九二共識 他跟其他黨不講 其他黨他是直接講 一國兩制 還有 朱立倫這個文 我覺得很可惜 你今天如果要給人家 氣象一心的感覺 你是執政黨黨主席 最近可能很多沒有媒體在討論的 中國畫了一條航線叫W503 離我們海峽中線只有7.8公里 朱立倫你應該在你回電報的時候 當然不用挑這麼明 你可以說那是不是請這個習總書記 對於最近的一些需要雙方協商的事情 可以釋出善意呢 美國還幫我們講話 他竟然不敢講話 朱立倫不可能說這件事情 他那應該是要對國 朱立倫現在是黨主席了 下一次就是這個主席會 他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 就跟你講這個東西 觸中共眉頭呢 那他那是為台灣還是為中國 國民黨為他自己啊 朱立倫我講一下 剛剛朱立倫他提到兩岸的部分 他是怎麼說的 我把原文講給大家聽 他說國民黨在兩岸的政策上面 和平發展 互利雙贏是正確方向 他先肯定一下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 後來有達領馬英九很多事情 但是不能否認 由於兩個社會差異非常大 所以在整體的民意感受上面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呼籲對岸要一同的正視這個問題 往後兩岸交流的場合 要有具體的檢討 讓兩岸關係能夠行穩致遠 所以以後 不管是他只能管國民黨嘛 國民黨跟共產黨 在交流的場合要有具體的檢討 他要怎麼檢討 剛剛講的東豪哥的 很多人期待他的這個 所謂的主席會 因為他現在 他不是國家的元首 他只是個黨主席 黨主席跑去跟 對岸的領導人見面 好像難度低一點 那他又提出 見面的場合要進行檢討 這個部分就是他所拋出的一點 我補充一個 大家可能還 我們今天其實等一下 會有很多人去討論 就是他今天這個演講 除了講很多 包含了行政跟立法等等 還有黨員都流失 其實都是在檢討馬英九之外 他提了兩個 我在現場聽了以後 覺得很有feel的 他說 一個政黨 一個大家庭 那不是柯P的 one city one family嗎 我們國民黨的人才 要海選 蛤? 所以他講這兩個 偷學人家的 對 好的就仿效 不要講偷嗎 柯P講說one city one family 一個城市 一個大家庭 他講的是中文啊 他倒是不是講英文 我們是一個大政黨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而且以後我們國民黨的人才 要海選 像社會各界的偵才 我想說哇塞 他們兩個真的是 柯P跟他是同學 對 那但是他這樣的做法 國民黨內 也會有人覺得說 你 也會有一些意見 吳伯雄今天在講話的時候 有講話 不管你怎麼做 你放手去做 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也請大家不要對這個新主席 指指點點 因為他的做法 會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可是我們國民黨也只能靠他的 所以請大家就支持他 但是很奇怪 國民黨 主委員以前講過 國民黨只靠一個嘛 一個就很奇怪啦 現在國民黨如果要靠一個主委員 也很奇怪 各位說 所有還是回到本質 這個時候的那條航線 M503 M503 都不敢替台灣講話 他能夠改排選什麼 人才為什麼會來